帮我们有个观众潘娜问一下 他入到恒大之前 4.25元 是不是之前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入 都不远的 不过跌得及 他说请问继续持住还是放好 我觉得 其实你让我选择 我觉得如果你愿意 走的 一定是走的 当然所谓走了 假设你这刻今天走了 譬如现在现假两个6月 你走了 可能晚点回到两个8月 不出奇 但你又不要觉得 因为这样而走错了 我觉得价位这件事 你短期有反弹 什么时候有反弹 其实真的不奇怪 因为你看斜度也知道 跌了这么多 寂寞变这么差 一定是有反弹的 不出奇的 但问题就是事件 我觉得事件这么差的时间 无论什么位置 你都应该庆幸自己愿意走 反而是这样去处置 这样去看会好些 因为你还留恋价 你还觉得它会回到上四个多 高一点 当然现在又未去到 完全没可能 大家都不知道会怎么变 但我觉得机率 很明显是低的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愿意 我宁愿是走的 就是你 一来这些市况 二来特别对恒大 我觉得是宁愿留下一些现金 你还有其他股份 其他可以考虑的东西 我觉得好过你不停在持有 木制唯一就是等它大升大弹 但这个我想原阶段 在恒大心上就会比较难 因为整件事真的不太理想 所以不要买什么价 如果我自己肯定 我宁愿用什么价都会考虑走的 因为说真的 如果你四个多当日买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定止市 我觉得压玩一成 其实有都过了 所以如果真的严格来说 只是指市位过了的时间 那你是需要考虑去到离场才会好些 好